北京时间10月29日凌晨 AMD正式发布了新一代Radeon RX6000系列显卡 首批包含RX6800、RX6800XT以及RX6900XT三款型号 它们均基于RDN2架构Navi21核心打造 在发布会上苏妈介绍了显卡的参数、特性 以及与老黄三粒系显卡的对比 那AMD这次到底有多yes 赶紧跟着超级客来看看吧 首先我们来看看RDN2架构到底有多强 据AMD官方宣称 RDN2架构几乎与ZN3架构如出一辙 同样采用了台积电7nm工艺 但本身更为成熟 其拥有高性能的计算单元 革命性的Infinity Cache 突破性的高速设计 先进的技术特性四大两点 而每瓦性能相比于上代提高了50% 能效比提高了30% 在某些特定游戏中 甚至可以提供高达两倍于之前的性能 并且还完全支持DXR光线追踪 VRS可编着色率 网格着色器和采样器反馈等多项全新技术 AMD还有个狂暴模式 可以让这些显卡轻松稳定超频 然而这些都不是重点 在具体强品上 RDN2架构的表现更是令人惊叹 首先有四旗舰Radeon RX 6800XT 它拥有72组计算单元 4608个流处理器 核心游戏频流为2015MHz 加速频流为2250MHz 集成128MHz Infinity Cache 搭配了未宽为256bit的 16GB GDDR6渐存 整卡功耗为300W 相比于竞品RTX3080的功耗低了20W 但在4K和2K分辨率下的游戏性能 基本于支持屏 甚至在某些游戏中 还可以领先RTX3080不少 要是热其售价仅仅为5099元 相比RTX3080首发价格可整整低了400元啊 不说了 AMD YES 然后是定位中单的Radio RX6800 它拥有60组计算单元 3840个流处理器 可惜游戏频率为1815MHz 最高加速频率为21105MHz 显存同样搭载的是256bit微宽的 16GB GDDR6显存 整卡功耗达到250W 而它的竞争对手 必然是RTX3070 但由于目前RTX3070并没有实测性能公布 所以AMD官方用了能和3070打个来回的 RTX2080Ti进行的对比 从官方数据来看 在默认状态下 RTX6800的性能几乎和2080Ti一致 也就是和RTX3070部分上下 但如果有了智能访问显存的加成 新性能将会全面超过2080Ti 最高涨幅可达34% 那么综合实力领先10%将不是问题 然而其售价却为4599元 这比3899元的RTX3070贵了700元 要是苏马能把价格稍微压低一点的话 说不定会更强 正当大家都以为发布会要结束的时候 苏马却拿出了one more thing的旗舰显卡 Videon RX6900XT 很快啊 玩家们就坐不住了 据悉它拥有RTN2架构 完整的80组计算单元 5120个流处理器 核心游戏频率为2015MHz 加速频率高达2250MHz 同样拥有128G的Infinity Cache 搭载了256bit微快的16GBGD26显存 但值得注意的是 RTX6900XT的整卡功耗 专被AMD控制在的RTX6800XT一样的300W 这也就意味着RTX6900XT的能效比将更为突出 达到了恐怖的65% 然而更让人惊讶的是 原本大家都以为本世代RTX3090将会是最强的显卡 但RTX6900XT的问世直接打破了几种猜想 具体来讲 在游戏性能方面RTX6900XT几乎达到了和RTX3090一样的水平 部分游戏甚至还有反超的情况 而更为可怕的是 其功耗相比3090低了50W 售价更是比11999元的3090低了4000元 来到了7999元 这 这还用说什么吗 肯定是AMDX啊 最后Suma公布了三款显卡的具体发售时间 其中RTX6800和RT6800XT将于10月18日正式发售 国内售价分别于4599和5099元 而RTX6900XT国内售价7999元 仅有公版 将于12月8日发售 没错 就是在Syberpunk 2077正式发售的前两天 如果它不拒细挑票的话 包括华琴 华硕 迪兰 技嘉 威星 汉逊 蓝宝石 迅景 和银通在内的非公卖AMD RADIAN RX6800和RT6800XT显卡 也预计将于2020年11月上市 好了 以上就是本次AMD发布会的全部内容了 总的来说 其三款显卡也算是打破了玩家们的种种猜疑 至于有没有打败NVIDIA 不用我多说了吧 当然PPT数据还是要等待实测公布 如果要推荐的话 售价为5099元 性能超过RTX3080的RX6800XT将会是最像的一款 至于老黄那边 难不成和VDIA还在这首显卡 所以各位玩家 那六个字母两个符号的话 现在终于可以大喊了 AMD YES 如果还想了解更多硬件相关的消息和科普知识 记得关注超级客 我们下期再见